别的那些群组他们看了 他们就觉得不太高兴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可以 突然间开始一个所谓的群组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么多人 我们也吓到 所以差一点打起来 哇 欢迎收看 《相信我吧》 哈啰 我是梓杰 我是Kimberly 王智慧 《相信我吧》是一个 机智问台游戏节目 那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 来和主持人分享 跟主题有关的故事 讲故事而已嘛 为什么说是游戏 来我们这里 来这么简单 英语的故事是假的 哇 我听得有点怕 我可以直接直接的 你看好透 好 来 我不会撒谎的人 相信我对吗 好 你在撒谎 好吧 那我们换不过说 和马上欢迎我们第一位嘉宾 来 哈啰 大家好 我是Tosh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之魂兵中的 诚实小孩 阳光可乐 我这个肯定在撒谎 我肯定在撒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Herman 现在我们讲一下游戏规则 OK 所以我们五个人 会文罗说一个故事 然后说完故事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问 就是每个人可以问一个问题 之后我们要投票 看谁在撒谎 我跟你讲说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 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投错的话就对 需要被惩罚的 我听说梓杰是惩罚king 所以今天他投水 我们就不要选这个 好 好 好 我觉得柔子杰头上有个水字 所以不要跟他投靠自己人家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游戏了 好 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相信我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将会是 在校园里面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我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我在学校没有很疯 所以你要撒谎了吗 蛤 所以你需要撒谎 对对对 哦 被抓到来了 被叹 我们跟Tosh 都看起来很紧张 我姓张 紧张智阳 那既然这个Tosh 先生这么紧张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了 OK 那你先开始吧 OK 来 来 所以你们知道中医 你第一天去学校的时候 他会有orientation 对对对 所以你会跟你的很多 classmate 认识 然后我就问到一个 他有一个很大哥的风范的一个 我的classmate 他的名叫 Hong Kui OK 所以那时候我是很调皮 所以我听到你的名字叫Hong Kui 然后我讲我是蓝 Kui 他是青 Kui 他是黄 Kui 他是 让我随便这样讲一下 突然间我们那整班 大概七八个人 我们就变成一个Click 然后之后我们的Click 大到有二十多个人 然后 就是我们每次去recess的时候 就是你看一整班人走在一起 那些流氓 有一些老师觉得我们是 like 一般一手 我们是like a gang 然后我们叫自己 HBO 就是Hui Brothers Organization 我们每次在canton座的桌子上面 我们会写HBO 我们就是用ruler来割 哇 哇 然后之后有一些 别的那些gang 他们看了 他们就觉得 不太高兴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可以突然间 start一个so-called gang 那当时我们一直讲我们不是 然后有一天他们就 叫他们的 别的学校的那些gang 下来 兄弟们 就在门口那边等我们 然后 就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么多人 我们也吓到 所以差一点打起来 但是之后 老师也来啊 然后他们本来想叫警察来的这些 但是之后 我们缓和了之后 我们try to 就不要怎么办二十个人一起走出去 哇这个 OK OK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他现在我们每个人可以问tosh一个问题 然后他一定要答 OK 我有问题 OK 什么 所以你们一群人是二十多个人吗 所以全问的是男的 你们有没有同时喜欢一个女生 没有 但是有同时几个女生喜欢我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个是 这个嚣张 直接炫一下 嚣张自扬啊 这个 对对对对 嚣张自扬 从紧张自扬变成嚣张自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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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的就是 你们二十个人in a group and你们的reset是一样的时间 对 OK 对 那 你们有没有同时排队买同样的鸡腿过 我们不会同时去买 我们会我们会看 OK 谁要吃马来饭 今天谁要吃菜饭 我们就可能分三四个人去买每个人了 哦 OK 有小弟 对对对 Gang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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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话都流 我的问题很愚蠢 我的问题不是真的要针对那个鸡腿 而是我要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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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觉回答的蛮顺的 你们有二十多个人 那你们最喜欢的老师是谁 呃我们的music teacher 他叫什么名 名应该不好讲 哈哈哈 他没有讲到老师的名字 我觉得他 我猜测不到他到底是不是在撒谎 OK Herman 你有问题 OK 我有问题 我给你五秒你要答应 对不起 你名字三个朋友 直接名字 Homfuki Garnesh Raisons Garnesh 很 normal 作奖我配我的名字很 normal 你的名字就很好听 郭坤要爱骨料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欢迎下一位 这个可乐小姐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来 轮到最诚实的小孩要分享故事 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 八岁小学的时机 我们会聚集在那个礼堂 然后就等待那个演讲者来演讲 但是那个演讲者就迟到 大概迟到整个小时 然后就大家都很浪漫地在等 然后就有一点喧哗 哇 这样有没有 哇 你小时候就 哇 这样啊 对对对 哇 有点恐怖耶 对 大家一起都会闹 你要想大家一起 我是多么的潮 所以场面有点控制不了 所以呢 大家就说 就说 叫可乐 叫可乐上去 然后我就至高奋勇的 我就 哇 不懂哪里 哪里跟金不对 就鼓起勇气地走上那个台 然后就讲了一堆废话 我一开口讲了之后呢 大家都被我逗乐了 就大家都有笑 然后老师 校长都有笑 然后我走下台过呢 我就被我的班主任骂了 因为他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哦 诶 疯狂吗 疯狂吗 我说我很想知道他的废话到底 到底是什么 好 你们要问问题的时候才可以问我 哇 我懂游戏规则 我觉得他讲这个废话 讲得很顺 好像在被搞的感觉 很顺哦 我真的很顺 如果是被搞 我就不顺了 我不可以被搞的 实际上的 原谅话已经放弃我了 真的 我很好奇 你上台讲的内容是什么 没有题目的 没有 你上台拿麦你就来了 就讲了 哇 ok 我在想 你讲了一连串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老师没有在中途停止你呢 没有 因为我的速度非常快 对 有可能他讲到一半 有可能老师会上去停止他 对啊 应该是有他 应该是有他 他刚才讲他下来了才被骂 可是他讲他每个人都被逗乐嘛 逗乐 他们可不可以在身上笑 然后笑了其实觉得 哎呀 他八岁他其实很可爱 给他随便讲 是OK 为什么你在帮他 是对我对我 你可以大概画出来 你从你的座位跑上去 那个讲台的地方是怎样跑的 OK 继续我 OK 这样子 看到吗 这里就是舞台 这里就是舞台 然后因为一年级是坐前面 我是二年级嘛 所以坐后面 然后呢 我是差不多在这里中间的位置 所以我直直跑上去 这里是楼梯 我很快也不到三秒 我就画出来 你们是有个演讲人要进来对不对 对 所以演讲人到底是在讲什么 他是讲 太空的东西 就是来外太空的东西 诶 等一下 科学 科学 科学外太空 这个有一点有个缺点 他有个缺点 简讲者讲太空的东西 没有 刚才 他还是讲八岁的时候他的记忆很模糊 可是现在他讲演讲人在讲什么 他突然间知道是太空 是因为我一直记得吗 他整个人没有来 他真的迟到多久 有这样多事吗 没有 最后他没有来 他直接去太空了 对 他直接去太空了 OK 可乐的故事讲完了 现在到我们的最会渣黄的饶子节 对 我在学校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也是小学 我跟我朋友 我三位朋友 那我们下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时候下课的时候 过后都有一个remedia嘛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一个lunch break 因为可能是小学的原因啦 所以我们的git啊 我们这些都是关的 OK 对 因为他不要让小孩子跑出去嘛 对对对 可能年纪还小 那我们做过最疯狂的事就是 我们不是爬过那个git 我们是爬龙沟 哇 对 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龙沟 对对 我们开那个bolo 我们下去就这样 它会直接拎出去的 知道吗 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什么 我们只是要去吃一盘碗碗米而已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碗碗米吗 不知道 因为很好吃 哇 讲到都是飞的啊 好 直接 真的啊 没有 变鱼姨还是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个碗碗米 可以让这四个小朋友 爬出去对不对 爬龙沟出去吃这个碗碗米 这个碗碗米是不是好 所以我就吃碗碗米过后 突然间吃吃吃吃吃 哇 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诶 突然间有人喊 爹爹 这样 然后我们就看后面 看到我们的训导主任 Oh my gosh 结果我们就在那个食堂 跑了几圈 他来抓我们回去 我要先声明 我们真的是只有去吃这个碗碗米 我们就回去上课 我们不是淘课 我们就是回去上课 结果呢 另外一天 我们竟然在example 被爬出去 你的discipline master 看到你们在那个咖啡店 对 所以你们在咖啡店里面 跑几圈 是这样追的 就是因为我们四个嘛 我们就这样吃吃吃 等一下 我们去看什么 等一下 我们就看 他就 我们就这样跑了 有问题 那你说你 钻那个龙沟嘛 你跟你朋友要钻多久 可能要钻 一个两分钟 OK 我有问题 来 到底是哪一家咖啡店 现在还有吗 现在那个咖啡店还有 但是那个云图面就没有了 OK 咖啡店叫什么 他们是那一区的人 会叫这个 Calker Center DQ 因为他是 OK 因为很久以前 他是有个故事的 他是其实是一个来 以前那边很多 老一辈的那种gangster 所以他们叫那个地盘 叫做DQ 那你是怎么钻出去了 你是怎么爬的 我等那个水来的时候 他那个水 我就 哈哈哈哈 再一次 哎呀 你问好好的问题 不知道我还要下来 后来做示范 看有没有老时间 有没有老时间 你就开那个东西 然后就这样 下去里面 然后到里面了 就这样 你怎么爬上来啊 这样爬 这样爬咯 如果你是在撒谎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 我可以这样 来 我们的 Kym到你了 OK 我今天双鸣 我没有说谎 你们信不信 谁说 每次说完 两人都会这样 我也没说完啊 OK OK 我在学校做过最疯狂的事 也不会太疯狂啦 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 我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都会教我 就是下课之后 我们就坐在那些 好像来Bencher School Bencher在那边 他们就教我 教我数学 结果我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在做功课 我做数学功课的时候 我很stress的当时 就开始下雨 而且它不是下毛毛鱼 它是下青藤大鱼 OK 很大很大的鱼 我就直接把功课 全部关起来 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去跑一下 我把鞋子拉掉 我就开始在那边跑 刺脚跑 刺脚跑 下这大鱼 然后我就跑 然后我的整个 然后就在那边 全部都凌失 凌透 还有没有很多男生在那边 没有没有 我知道 你在想 没有 我还在想 不是很浪漫 就是在那边 destress 然后就觉得 其实这样 其实很舒服 然后就跑回去 然后我朋友就在那边 你说我回来 全部都是撕的 因为 还好我带衣服 因为在学校 我会有 披着鞋子 披着鞋子 刚好就觉得 我都没问题 我就继续换衣服 然后就回来做 然后就开始 继续做功课 然后后来 这个就变成了 我的好像一个 routine 有病啊 然后 变成routine 然后我就会去 在雨中在那边跑步 可是我觉得这样 其实真的很舒服 我不推荐这样做 OK 但请不要做 你 每次去跑的时候 没有老师会停止你吗 因为下雨 然后如果有 好像灯火 他们不会觉得很危险 有一次我给老师看见 老师没有讲什么 我就OK 就继续跑 所以是有吗 有数个 咔嚷咔嚷咔嚷 然后你再跑吗 我不记得有没有打赛 我觉得因为上次 那时候我已经 特别的压力了 所以我跑的时候 只是 like just a little stress 我没有去想这样多 那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 你讲过你跑步过后 你会直接做功课 所以你是来 dump dump 当时做功课 我刚才讲了 我去换毕业代表 我才在做功课 那这个故事有点像 那种偶像剧的感觉 对 好像拍电影的感觉 那些年有没有 Herman 我就是要问 你是哪一间球校 Tampines JC OK 这个是一个很bad的一个问题 对啦 很好啊 因为 因为我是中JC的 然后我要问 他的uniform color对吗 我的字符是 浅 就好像一个apple green的颜色 对 apple green 那Herman讲故事 你没有讲了 他没有读到对不对 5号 我的故事很有趣 真的 OK 所以是小学生 我们是玩catching 班里面你们的桌子是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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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桌子旁边是有那种 你可以 hang your bag 没有 我的学生 没有没有 你们学生能这样 年代的不错的桌子 我学校是直接拿那个sling bag 就跟他挂 就跟他 就跟他 然后小时候 你们很喜欢那种 Wallet 就是那种sling的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跑跑跑 这样玩来玩去 然后我sling hook到那个桌子 OK 然后我整个裤子出来 Oh my gosh 就是没有撕破还是 这样 拉后面 imagine有人勾住你裤子 然后你跑 你整个裤子 Zio 在后面 真的 然后我就淡在中间 我就squat下来 first instinct 我squat下来 Wall 然后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真的 然后一些朋友就过来帮我 然后我就跟他拿奖 你可以帮我去 general office 拿一件裤子吗 那天我就很闲了 然后我就decided 我就要skip CCA 他心情不好就不要去 不要去 我就不要去CCA了 所以我就skip skip住 爬Fans 你知道那种 Premium School他们 不要去CCA 就爬Fans 等一下 你有没有穿 你有没有穿裤子 Premium School 有 我刚刚 你Premium School 没穿裤子 你穿裤子 你会被拉走 我就跟我朋友一起 Premium 我们就讲 OK啦 我们自己回家 不要去学校 我就在cycle一些朋友 跟我一起回家 不然我一个人回家就很闲 然后三个人再一个Buz 我就stop 上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Buz 我们就这样 OK 然后我们转过去 我们老师在里面 Oh no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直接 所以我的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内裤当天什么颜色 颜色 哇 它打得很快 因为你是拉 我自己就 哦 然后就直接掛上来 跑回去 拿 跑出去 你的学校 每个桌子都有那个厚吗 有 因为我没有听过 我们的学校没有厚的 我的桌子就是 这个桌子 然后下面可以放书的那种 对啊 就那种要有那种 粑子的 然后下面是 metal的 对啊 对啊 旁边就有两个这样 我们都没有厚的 我的问题是 你的裤子是用纸做的 比一啊 Buzo的比一啊 是粑子的还是那种 这个很离谱 哈曼这个很离谱 这个有点 你穿纸皮吗你 它一定差不多跟纸皮一样吧 不是纸皮的材料 我不相信 哈曼 你要找看谁一直在扫我 那个人就是在讲骗话 要么要害我 讲骗话 没有 因为我有私心 开始在抗自己 对 对对 它就在帮自己辩解 来 我们Timory 什么问题想问你 我真的很想知道 她到底是纸酿掉的 所以你是这样 整件裤子这样拉下来 还是你是撕破 撕破 好 好 那我们马上进行投票时间 3 2 1 这样快 我们先从Tosh开始 那你为什么选择4号 OK 她的故事哦 太有画面感了 很像直接讲了 对 好像有那种偶像剧的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Herman讲的 就是有很多疑点 就是比如说她说 那个椅子有 桌子有勾啦 然后又说 呃 她的裤子被扯啦 但是Camillo说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桌子会跟着跑嘛 因为桌子应该蛮轻的 她的力道这样跑的话 桌子会跟着跑 但是I'm so sorry Herman 我让你换啊 连你有机会换吗 不要 我渐渐写 对 渐渐写 爱什么友谊 有疑问 OK 你到我了 你选谁 我选5号 我选Herman 其实Kimberly问了一些很 是是是 Kimberly点醒很多 对 她点了很多很好 问了很好的问题 结果她自己没有选 很问咧 我选她是因为她很安静 他们说的越少 就是比较少破绽 可是Tosh本人就是这样的玩 可是我不太认识他本人嘛 所以我不懂嘛 误误误误误误误 如果你选我 这是因为你跟我不熟 那个你又没有关系 主一主就熟了 主一主主一主 OK 为什么我会选一是 我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色彩了 所以他回答的答案全部都是 你可以直接这样出来 哪一个老师 OK 音乐老师 然后几个人 OK 二十个人 很容易撒谎 很容易这样 你们小心 这一集播出去 有点像观众看的 都会知道谁是 特别会说谎 真的 小心啊 小心啊 我有一点紧张 就是我在紧张那个 那个名字是什么 对 真的吗 我蛮兴奋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1号还有5号 就是Tosh还有Herman 你们是平手对吗 所以我会喊321 你们同时把你们的名牌 翻上来给人家看 你们到底是在说谎 还是你们是清白的 OK 我还紧张 我紧张 对 我紧张一次 OK 准备 3 2 1 清白者 喜欢吹这一首 大紫杰 大紫杰 哇 真的是谎啊 OK 我们321一起揭晓 OK 321 321 哇 啊 是可乐 啊 啊 我是大骗子 天啊 快给我掌声 今天你会是大骗子 我是那个大骗子 这里是那个稿 OK 哇 我有稿的 我要好好的消化一下 所以是我的故事太烂 所以你们要我做大骗子 是不是 我说话一定要有气势 然后我一定要混淆他们的思想 就是我要带领他们去做的那个方向 一定不要怀疑我就可以了 我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相信我你们就输了 接受惩罚吧 没有人怀疑我 没有人投你 但没有人投我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投他吗 因为他讲话很大声 结果我们只听他讲的东西 然后他一直塞勾你们 讲示我 他骗你那个 骗你什么 惨了 好 这一集因为没有人投 我们的阳光可乐 所以就是 大家要投 耶 所以我们的节目制作组 精心准备了两个轮盘 一个是吃的 一个是动作 两者必须同时进行 直到食物吃完为止 我们的惩罚才算完成 第一个轮盘就是吃的东西 我们要吃什么呢 我们的可乐 好 来 转一下我们的轮盘 好 来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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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拉面 安全 苦茶 安全 啊 玩具腔 好 惩罚开始 我们现在需要喝这个苦茶 直到喝完为止 可乐可以用那个玩具腔来售我们 所以我喝的越快就 他就没有得射了 对 就少射一点 3 2 1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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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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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